那點到明燈呢 請你 就說 老師好 1號 你家這樣還在上廁所就對了 2號 老師我好 3號 3號 好 你開麥讓老師聽一下你的聲音啊 還要唱歌的就對了 4號 4號 我有看到你嗎 你可以露臉一下嗎 我還蠻想見你這個大明星耶 5號 5號 6號 老師好 7號 我看到你了 7號 7號 來 帥帥 來講話 你比上禮拜上課更有精神耶 8號 老師好 9號 老師 10號 老師 11 老師好 12 12 老師好 13 嗨老師 嗨 14 我們的吳小姐去哪裡了 她還沒有來 她還沒有來 喔好 好的 上課之前 功課 因為上次老師吹了之後 我這幾天沒有再上去看 我知道有些小朋友放上去 我會今天再去看 看完之後 如果有需要定證的話 我會再PO給你們老師 就是 然後第二 你們都去哪裡 那就是 那就是 好 那就是這樣 那我先分享我的 螢幕畫面 好 有看到嗎 有齁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的是 呃 好這樣有看到齁 你知道我看不到你們 我還是這樣就好了 好 來 我們是第三節課 6月8號的第三節課 好 然後 呃 我們等一下要先上的是 席座的31到32頁 好 那今天的作業呢 我是寫在 第四節課的影片 那我好像早上 我寫錯了 好所以我先定證一下 今天的作業是 完成社會席座32頁 我剛剛寫到3031了 所以你把它定證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寫完 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社會練習 530到31 好 那你寫完拍給老師的時候 還是要麻煩請你們 這個一定要做到的部分 字體要端正 要寫國字 然後第二個是很重要的是 請你把照片拍清楚 然後 我每個答案都要看得到齁 然後不要拍很模糊 然後我就 我就會去猜說 你到底寫1啊 還是寫2啊 這樣子 好 這個是今天的作業 好 那我們 六支2 我們先上完席座好了 上完席座之後 我們再討論這兩個問題 好 所以我們打開你的席座 席座的31頁 請你打開許座的31頁喔 好31頁 打開的 打開了嗎 打開就點頭 或是你比個OK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請 我一樣請那個7號好了 今天7號先來 來幫我們念這一段 好7號來 去年暑假小萱一家人去澎湖旅遊前 小萱和哥哥一起製作了暑假旅行計畫書 請先閱讀計畫書內容再回答下頁問題 好 這一個有沒有小朋友去過 這裡是澎湖 有人去過澎湖嗎 有齁 那如果你去澎湖的時候 有沒有去這地方跨海大橋 有齁 這個也是很著名的景點 如果有澎湖的話 可能很多人都會去這邊 我記得這邊還有賣一些紀念品店 然後這裡有賣他們很有名的 我忘記是什麼冰 大家都會去那邊排隊要去買 但是現在都沒辦法出門 你們每天關在家裡的時候 有什麼感想嗎 有沒有來 每天可以出去玩 想之前說 你們每天都在家裡的感想是什麼 這很無聊 很無聊喔 嗯 突然覺得 倒垃圾是一種幸福嘛 倒垃圾還可以出門一下 韋琪每天在家裡的感覺如何 韋琪 每天都在家感覺如何 感覺好無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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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是一個很棒的哥哥 你都陪你妹妹啊 都陪妹妹一起玩 好 那個 吳家章上完廁所回來了嗎 吳家章 沒有啊 他好像不在 他去找他奶奶 不要亂講啦 不要亂說話 你什麼都奶奶奶奶奶 吳家章好像剛剛說去上個廁所就 他可能肚子很痛 他可能肚子很痛 他就如果他大家來不及的部分 就自己看影片回放了 好那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是他們旅行的計畫書 所以他們要去哪裡 他們要去哪邊 鴻谷旅行 好 他們出發地是哪裡恩惠 高雄 他們要從哪邊出發 高雄 高雄 高雄也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前兩三年我還跟恩惠一起去 我們也一起去高雄啊 坐愛 那個還去那邊 在 坐船去 那個什麼 旗津 那應該是很小時候吧 你姐姐跟姐夫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然後我們住那個 去年是吧 前年啦 好像是前年 那時候我的小孩子還很小 然後我們住了那個 青年旅館 所以很小的一個地方 但是住宿費很便宜 好來 他們總共去四天三夜 從18號到21號 我覺得超級羨慕耶 因為現在我們應該到8月份之前 都沒有辦法亂跑亂跑 好 好來我要問問題了 那個 六號 來誰去 誰去旅行 我爸爸媽媽哥哥和我 很好 好 然後呢 這是他們旅行的路線喔 從他們家 他們家住高雄 然後要搭捷運 然後高雄那邊就有一個機場了 那是國內航線 然後去澎湖 從這邊坐飛機 坐到澎湖 然後就租車開始去 那個澎湖的環島旅行 然後他們 20號還要搭船到吉貝島 去澎湖呢 他們的海上活動後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那個 大家很喜歡去的一個地方喔 好 然後他們就用什麼來查詢澎湖馬公跟吉貝島的民宿呢 我問一下下 8號好了 8號 他們用什麼來查詢 8號去哪對不對 電話 電話 好 電話上網查 電話嗎 電腦喔 電腦上網查詢 查詢好了之後他們就用電話去聯絡 然後傳真確認地方的資料 所以以後你們要出去玩也是一樣 你們可以 先上網去尋找去Google一下 好 確認好了之後你們就用電話聯繫 好 再過來 我們看一下澎湖的景點 好 我們請一個小朋友念一下 那就10號好了澎湖的景點 澎湖天后宮 霍海大橋 是 艾門 艾門 沙灘 極貝沙灘 極貝沙灘 好 特產呢 這個我去每個地方後 想到他的特產都一定超級有精神的 所以我們就請那個笑得最開心的 莊翔湖來念一下 他看到特產那麼開心 大笑呢 好來念一下澎湖有什麼特產 特產有 黑 糖膏 花生素 仙人 冰 好 仙人掌兵 對 剛剛我說那個跨海大橋旁邊很有名的兵就是這個啦 仙人掌兵 好 然後那個 隨身行李啊 記得帶你常備的藥物啊 就是我們出去不管去哪邊旅行 你只要去個 可能要出去個兩天以上 你有常用什麼藥就要記得帶 好防曬乳液是怕你變黑啦 好 那我們就往下看囉 來 在他們旅行計畫書 他們會用到的運輸工具有哪一些 剛剛講的 有哪一些 這個 這是什麼 捷運 然後機場會用到什麼 運輸工具 飛機 飛機 對不對 好租車這是什麼交通工具 對 租車是什麼交通工具 自行車 自行車 汽車 汽車 對他租的是汽車 因為自行車 那個有點清楚 他們應該是租汽車 自行車是單車耶 對自行車是單車 或者我們講的鐵馬也是單車 還有 我可以拿充電鏡嗎 升一趴 好 去去去趕快 所以他會用到了捷運 飛機 汽車 船 所以這一個大題 捷運 飛機 汽車 船 有沒有問題 沒有 來為什麼不 為什麼不勾高速鐵路 高速鐵路就是高鐵 為什麼不勾高鐵 勾鐵很快 來 小朋友來回答 你如果知道就 你就開麥 然後回答 為什麼不勾高鐵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要回答 因為 高鐵沒有在澎湖啊 你要怎麼搭高鐵 高鐵現在只有在哪裡 只有在台灣喔 高雄 海北到高雄 所以沒有到澎湖啊 澎湖是離島喔 所以你沒有辦法在澎湖 那邊 猜對 答案就是1234 這四個 好 這是蒙猜對 蒙猜對喔 你蒙猜對沒有關係 現在有再告訴你 為什麼不會有高鐵 因為那邊就是那邊沒有高鐵 你要怎麼搭高鐵 好 來接下來囉 他們用什麼方式跟澎湖的民宿主人聯絡 剛剛有看到的 來什麼方式 來 他們用什麼 這一句話 全班再唸一次好了 電話 電話很好 還有呢 呃 電腦 傳真 傳真 你們有沒有用過傳真機 沒有 那個 黃偉忠 你可以 我的眼睛有點痛 好啊 去住好 我沒有衣服 你怎麼會沒有衣服啦 我的衣服被丟掉了 你也太誇張了 你衣服被丟掉 你住哪裡 我 上課要穿衣服啦 我差點被 對 我眼睛很痛耶 還會不能臨力睡覺 不要亂講話 尾燕不要亂講話 尾燕不要亂講話 尾燕不能亂講話 尾燕跟傳真 尾燕看到我到睡覺 好來 傳真 你們有用過傳真機嗎 沒有 沒有 像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有傳真機 但是我們學校的傳真機是跟什麼點結合在一起 小朋友知道嗎 電話 不是我沒有傳人機 電話 電話 我們的傳真機 學校的傳真機是跟影印機放在一起 哇 最好 所以我們的影印機 除了硬東西之外 我們也可以拿來傳真 像家裡面的傳真 傳真 拿一根針然後傳下去 它又不是傳真 就是這個 那個機器叫傳真機 像家裡比較小型的傳真機 它就有點像電話一樣 所以你如果在家裡收傳真 你會聽到那個 你像電話響這樣子 然後一張紙就跑出來 這是傳真機 好 記下去 來 它這個小萱跟哥哥是利用電腦跟網際網路搜集的資料 那你會用什麼方式呢 那這邊有提供你兩個 一個是查旅遊書 或詢問旅行社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跟他寫的一樣 就是你可以查旅遊書 或詢問旅行社 或是你寫其中的一個也可以 或者是有沒有小朋友有別的答案 可以寫兩個嗎 也可以 這兩個都可以寫 那你還 來 來 用手機訂一個票 什麼來的 所以 比如說恩惠他講說用手機 恩惠 這個也可以喔 用手機 還有沒有 還有人嗎 還有小朋友嗎 所以這個都可以喔 有手機也會有什麼 電腦 電腦 電視 電視 電視可能就是 可以 但是電視通常 應該是我們 剛好 你可能看到一個地方 你覺得很不錯 然後你剛好看到這個電視節目 你就會想說 這是哪裡想去了解 然後你可能就會查旅遊書 或是手機或是平板 好用手機 我就直接再寫到這邊 或是平板 或是電腦 都可以 還有沒有 如果你有別的答案的話 可以現在告訴 告訴跟我們分享一下 然後 我們來聽一下 還有沒有其他的答案 有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了嗎 都沒有齁 好 那 來 那你讓老 你寫完了嗎 32頁 寫完了嗎 寫完了 把你的席座 寫完了 寫完的 把你的席座讓我看一下 讓我真的知道你有寫 像這樣 舉給老師看到 但是你還是要看到 第二題我剛剛沒有看到 等一下 恩輝OK 寫軒OK 軒林OK 這個是擋住他的臉 崩埃OK 這個是 崩埃OK 這個是 崩埃旁邊是誰 我看不到你的名字 翔智 翔智 翔智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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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鐘OK 然後 現在張旁邊是誰 你旁邊一下 星辰 那個翔晨OK 那誰說 星辰OK 老師我第二題沒有寫到 第二題是什麼 這第二大題 這個嗎 沒有寫到自己看喜座也OK 這個就是32頁 有沒有很簡單 沒有 我講錯 好 這是32頁 好 那我們 寫完了之後 你就可以先把你的席座收起來 席座可以收起來了 那 我們的席座寫完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練習步 練習步還有幾回沒有完成 那我們先來討論一下兩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在你的 課本 老師已經有把課 我已經錄好第四節課了 所以等一下你們去看第四節課的時候 也會 也會有這兩個題目的討論 但是因為 預錄的影片聽不到小朋友的分享 所以我又再把它 拿過來 我把它拿過來再想聽聽看小朋友說的 好 第一 我們來請 那個 黃偉忠好了 來 黃偉忠 來念一下可以嗎 來來來快點 運輸公 東進到 核心 紀 既 這個呢 通訊技術 通訓技術 的 进步 进步 好来我们换一下那个 清晨好了 当清晨接下去念除了 当清晨 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啊 除了带来变例外 他还可能产生 哪些负面 负面 负面的 我们刚开始我们讲说 比如说像我们以前用人力 拉车或是抬轿子或是牛车 到最后有汽车 然后有火车捷运高铁 甚至有飞机 然后我们的通讯技术 就像以前是口耳相传 对不对我讲给你听 然后你帮我传给下一个 到最后 然后来有电话 有手机 伟宗在玩手机 伟宗把衣服穿好 好这个是我们这些进步 上次我们讲的都是他的很棒的地方 就是可以让大家带来便利性 那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我想听听看小朋友 你觉得这些东西会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 所以呢 黄伟宗 你穿衣服就偷偷穿起来 我们看你穿衣服 我的眼睛今天真的很痛 老师 如果今天眼睛 我今天眼睛如果讲真眼的话 我要找你哦 老师 我知道 好来 雙面的影响 张欣诚来 老师我可以拿早餐器吗 会污染空气 汽车 会污染空气 好 汽车 又是汽车 老师可以吃早餐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哪位中 我现在是下课 那什么时候下课 10点15啊 我们这两题讨论完就下课了 好来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吴雨晴 我今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你觉得有哪些负面影响 吴雨晴看一下麦克风 我刚才上来而已 对对对 然后你只要告诉我们有哪些影响 就是运输工具的核心 还有通讯技术的进步 除了方便 除了让我们社会越来越进步之外 它会有哪些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如果大家回家都一直都在看停板啊 看水梯啊 这有什么负面的 塞车 好 二位的塞车是什么意思 这车子很多 车子很多 车祸 车祸好 因为那个气就是 下雨天我要倒 开气 汽车越来越方便 大家都去买汽车之后 然后也可能很容易有车祸的问题 就是大家都没有遵守交通规定的时候 好 那我问一下 如果手机呢 你们回家的时候 大家都看自己的手机 你觉得这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那个看手机都不看 这另一个问题 然后会跌倒 会跌倒 好 除了身体上的伤害之外 有一个新闻就有一个人嘛 然后他骑摩托车 然后他边看手机 边骑摩托车 然后去车撞到那个电焰干嘛 然后他不管那个摩托车 他在那些那个 把那个手机 就这样 会影响冷剂关系 好 刚刚恩惠讲的就是身体上的 就是会带给身体上可能伤害 如果就是没有注意到的话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 就是轩尼有讲到我要的答案 就是会影响人际关系 就是你 大家都玩自己的手机啊 你有没有现在我们去外面哦 吃饭的时候 比如说大家就坐一圈 有没有 然后爸爸在看手机 妈妈在看手机 小孩子都在看手机 对全部都变低头竹 都不要跟人家讲话了 或者是 比如说我跟恩惠可能 比如说恩惠现在在这边 然后老师在这里 然后结果我们两个 能明明就坐这么近 然后我们还在用赖聊天 这个就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所以负面的影响呢 可能会造成交... 网路的问题 或是可能你刚才会带来的 关系可能越来越多 老师我刚才完全没有听到你讲话 真的吗 刚才我还会转入 好那就是 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呢 比如说可能会塞车 会带来一些空气上的污染 对环境的污染 好第二个是 它可能会造成我们生命安全的危害 因为大家都 大家都只盯着手机 连道路状况都不看了 撞电线杆或是撞什么 或者是在车上明明就要好好开车 就还一边看手机 不小心发生车祸 然后发生车祸 然后结果不是车子重量是手机重量 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 好第二个问题 好像就只有这个问题而已啦 那我们就这个是 它提供的其中一个答案 那我就请小朋友一起来念咯 好来可能你们可以看看克风 好来预备来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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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就是我听到的声音就是 哦 哦 哦 这个就是今天上课的内容哈 那所以第四节课就请你们去看影片 然后今天的作业再讲一次哦 今天的作业社会习坐32页 刚刚写完了 然后接下来是社会练习部的30到31 所以你现在可以先打开 上次有人写错面我知道 我写完了 你们的课页啊 设习是社会习坐 设练是社会练习部 上次就我写设习啊 人传社会练习部给我 老老叔我写完那个 不关心 所以小朋友现在你搬到社会练习部的30到31页 有没有问题要先问的 社会练习部 请你先打开社会练习部 30到31页 有没有想要先问的部分 没有 来给你们两分钟 给你们两分钟 再看一下社会练习部30到31 有没有你可能看不懂的 那你们记得哈 那个第一次节课的影片先看完 看完再写社会练习部 所以上次恩惠下到我 我想对 我还没有上完课 怎么他就已经 把功课写完交给我了 上次恩惠的读下到我 所以我还要扑给你们 你不用不用我会改 我改号就是定证 好我今天会再改 我今天会再批改 好你的瑞恩 你还在帮他遥控他的那个汽车吗 在楼下啊 是哦 你们是楼上楼下就对了 嗯 我上次把他搬上来要搬下去 很重 真的哦 我看那个遥控汽车 我看的好 我觉得好羡慕我 我每天小时候都没有遥控汽车 就只能骑脚汽车 我问你说的是 然后骑骑到自己跌倒 还要默默的插药这样子 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讲说我跌倒 你说什么 张成 恩惠 所以你们家的遥控汽车 是可以做小朋友的 可以啊 可以啊 好 再问一次 社会练习部30到31页 有没有要问的问题 没有要问的话 那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边 因为是 呃 线上啦 所以我们就时间也不要太长 那记得先去看完第四节课 然后再去写社会练习部好吗 OK吗 那好吧 那就跟小朋友说 我看一下你们的脸 哈 老师你拍照啊 拍到纪念了 还不敢拍 我还要拍照纪念欸 好啦 拜拜 马丁妹还试试是那个发展 那 一样我会在这个试讯里面 我会留到15分下课的时候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把影片关掉 那你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问老师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齁 那今天就到这边 礼拜四我要考试哦 礼拜四我会考试哦 我会把那个题目就像刚刚这样子 PO在这个影片上 就是PO起来 那我要怎么写 你们拿一张白纸写就可以了 就是直接写答案给我 我会有两个 我会有两个考试 一个就是像现在我问你考 然后第二个就像上次的 线上考试就是我一样会给你一个网址 然后你上去写 都是实体 都会是实体 然后考试的范围就是第六单元 好 我们先考第六单元 因为这个先上完 我们就先考第六单元 哈 有没有问题 哦 我们先考 好啦 整个第六单元好了 你可能这样也比较好用 好 整个第六单元哦 好拜拜 好可以把音货关掉了 拜拜 再见 老师还没讲完 我要 老师拜拜 拜拜 瑞阳拜拜 余晴 余晴 余晴你 见中见 余晴 余晴 老师要去看影片吗 余晴你妹妹 拜拜 老师拜拜 拜拜 伟中拜拜 波子 我都穿衣衣服 可以来 synchron 老师妹妹 老师大家勤好啦 老师 文綺老師 掰掰 可以去看影片了 可以去看影片了 掰掰 一點再回來喔